好,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两个比较经典的网络 一个网络叫做AlexNet,一个网络叫做VGG 现在大家分别来概述一下吧 这个AlexNet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深度学习的历史,是不是 说过了,有一个2012年有个转折点 转折点就是这个AlexNet这种深度的一个神经网络 这种神经网络它当时是在图像分类比赛上 超过了第二名十几个百分点吧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可以用看一下AlexNet的网络是长什么样子的 其实就是说咱们现在是17年 在咱们17年这个角度来看 2012年这个网络其实它的一个效果并不好 但是由于它比较经典 咱们先来大致的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看右边吧 右边是它的一个层次结构 也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转折神经网络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第一层就是说我们首先有一个输入层 输入的大小是一个227乘以227乘以3的 就是说当咱们在用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 首先我要做这样一个事 我需要保证所有的一个图像的一个大小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最终卷积完的结果要经过全联阶层 然后提取出来一个特征吧 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个特征向量 大小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我就要求所有的一个输入图像 它的一个大小也必须是一致的 比如说这个227乘以227 这两个是咱们的一个 就是咱们的输入图像的一个H和W吧 我们让通常情况下 我们让这个H和W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输进来的其实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呢 让所有的输入图像都必须是同一大小的 这个是咱们一个潜在的规则 然后呢 这个LineDNA第一步 它是定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filter 就是说它指定了一个 就是说它指定了这样一个窗口嘛 这个窗口它是一个11乘11的 那这个11乘11的其实显得有些大 然后呢 它还利用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这个stread是等于4的 stread等于4是不是说 我一开始要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输入图像上 就是这个27乘以27上 我一开始比较大块大块的选区 相当于是做一个粗力度的特征提取吧 那么第一步它是进行了一个卷积层 然后呢 有个96就是说啊 我希望我第一层提取完之后啊 得到96个特征图 那么第一层完事结果 咱们就得到了一个55乘以55 再乘以96的一个特征图大小 那接下来呢 我加了一个pooling 加了一个pooling之后呢 它的特征图进行了压缩吧 变成了一个27乘以27再乘以96的啊 这个nom因为这个东西啊 现在被证实了啊 什么用都没有 咱们就不说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第二卷积层 第二卷积层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卷积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啊 咱们之前是27乘以27的 我用一个11的一个filter 那现在这个特征图大小变小了 它是一个27乘以27的啊 我就不能再用那么大的filter了 所以说 我是用了一个5乘以5的一个filter 去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接下来 还是进行一个pooling 那么最终呢 还是卷积卷积啊 不断的卷积 最终呢 我得到了一个6乘以6 乘以256的一个特征图 就是说 当前啊 这个特征图 它的一个大小是6乘6的 然后呢 一共是有256个特征图 那接下来 我要对这个东西啊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了 这不是一个特征图吗 我希望在这个特征图里啊 进行一部特征提取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 既然不是外面这里 就是Alex在这里 加上了一个全连接层 比方说 这个FC6就是表示着 当前网络的第六个层 它是一个全连接层 我们希望啊 就是说 把这样一个6乘以6 乘以256的一个特征图 转换成一个向量的形式 转换成一个 有4096个维度的向量 就是说 这个向量里呢 有4096个元素 所以说啊 它是一个4096维的一个向量 那最终啊 是不是说 我要拿这个任务 去做一个分类的任务啊 如果说啊 你的一个分类是10分类 那你最后一个全连接层 你就写成10 因为呢 这个是当时AlexNet图像比赛 它是1000分类的嘛 所以说啊 这块它写了一个1000 如果说你要做的一个事啊 它是一个100分类 或者说是10分类 那你就把最后一个层 写成100 或者写成10 那这个神经网络 最终就帮你完成了一个10分类 或者是100分类的一个任务了 这个就是一个AlexNet神经网络啊 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也是比较老牌的 但是呢 通常现在啊 咱们已经是不用这个AlexNet网络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啊 比较流行的网络啊 下面再给大家来说一个 嗯 不能说是现现阶段吧 就是说 可能在16年 15年和14年啊 一个非常非常经典 现在也可能用的非常多的一个网络 叫做一个VGG VGGNet 咱们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架构啊 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VGGNet 它的一个表达效果吧 嗯 其实我做过很多实验啊 就是说 对比了一下这个AlessNet和VGG 它的一个表达效果 基本上 无论是在做任何 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啊 这个VGG这个网络 都要比AlessNet的网络啊 它的一个整体效果 要高那么十几个百分点吧 10到15个百分点左右啊 就是说这个VGG啊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在 这个网络啊 是由在14年提出来的 其实呢 不光在14年 在15年啊 16年啊 甚至在现在咱们普遍使用的 还是这个VGG网络 它呀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 咱们来说一下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设计的结构吧 首先呢 就是说 这个网络里啊 不像那个AlessNet AlessNet里呢 就是说它对于每一层设置的一个参数 都是不一样的吧 但是呢 在这个VGG里边啊 它对每一层的参数设置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就来说 它的一个卷积层吧 它所有的卷积层 都是这样一个参数 对于每一个卷积层来说啊 它都是一个三乘三的一个卷积 然后呢 它的一个stread都是一 它的一个pad也都是一 它的输入啊 同样是一个227乘以227的 也就是说 咱们首先啊 要把所有的图像都resize到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呢 咱们是对于每一个卷积 它都是一个三乘三的filter 都是stread等于pad也等于一的 那咱们来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 这个VGG啊 和这个AlessNet来说 好像AlessNet啊 它第一层 它的一个filter是比较大的吧 filter比较大 咱们得到的特征图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但是呢 在VGG这个网络里啊 我们让每一层的一个filter 都是比较小的 咱们让特征替出来的东西 是更多一些的 每一层都是一个三乘三大小的 那它一共有多少个层呢 嗯 这个VGG啊 其实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16层的一个版本 一个是19层的版本 也就是说啊 这个VGG这个网络 它的一个深度是比较深的 是达到了快20层的一个深度 但是呢 这个ElexNet啊 它一共有几层 ElexNet只有八层吧 所以说这个VGG啊 它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网络 那更深层的一个网络 是不是说它里边的一个 卷积层和迟化层数量更多了 卷积层和迟化层数量更多 那么它的一个软路层的函数 也更多了吧 一个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层 也越多了 因为呢 在每一次卷积之后啊 我们都要加上这样一个软路层 所以说 对于VGG来说啊 它的层数比较多 卷积比较多 迟化也比较多 然后呢 它的一个非线性的软路层 也比较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对于VGG来说啊 它特征提取的次数更多 然后非线性的表达也更多 所以说啊 它最终的一个效果啊 是稍微要好一些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里啊 它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特点 我们看右边这样一个画方框呢 画方框呢 就是说啊 首先它是一个 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16层的吧 16层里边 假设说一个输入是24x24的 其实24和27啊 这个都可以的 假设说先是24的吧 24x24的一个RGB的一个彩色图 首先啊 就是说 它经过了一层卷积层吧 经过了卷积层之后 我们让它的一个特征图是64个的 然后呢 这一块我们经过了一个直画层 经过了一个直画层之后 咱们再来看 它的一个特征图大小 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原来是64 现在是128 是不是说 我们特征图的一个个数 发生了一个变化呀 也就是说呢 在VGG这里啊 做了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说 咱们直画层 是不是相当于 对原始的一个特征图 进行了一个下采样 会使得特征图 进行一个压缩呀 但你特征图进行压缩的时候 势必会损失一些 势必会损失一些特征吧 就是说 虽然咱们只拿出来了 最重要的特征 但是呢 其他特征也不见得没有用吧 咱们还是没准 会损失一些特征的 怎么样 弥补这个事呢 为了弥补损失的特征 咱们就可以让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的一个整体架构 更胖一些 或者说 让它特征图更多一些 通常情况下 咱们让特征图 进行一个翻倍的操作 也就是说呢 原来啊 是一个64 咱们现在给它翻倍 翻成128 这也是可以的吧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 这样128 然后呢 我们又经过了一个 max pooling 就是说 又是这样一个下台上层 那又是一个下台上层之后 我们还是要弥补这样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又让这个特征图一个说 又翻倍了 翻到256 然后呢 又max pooling 然后翻到512 然后再翻 再翻啊 如果说 有一层max pooling 咱们就翻 那么最后呢 它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一个512个特征图 然后呢 再连这样全连阶层 最终呢 连这样一个1000分类 咱们直接接softmax 就可以完成一个分类的操作吧 也就是说啊 对于这个VGG网络 首先啊 它是一个 对于每个filter来说 它都是一个3x3的 然后呢 它的stread是比较小的 然后啊 它也都有一个拍点 stread比较小 然后这个filter比较小 能意味着 我们在提取特征的时候啊 可以提取出来 更多的特征 然后呢 加上一个max pooling之后啊 我们就要是 对特征进行下彩样 下彩样完之后呢 为了弥补它的损失啊 我们又把特征图的个数啊 给它进行了一个 翻倍的操作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VGG网络啊 它整体的一个架构 是长什么样子的